来到事发现场跟远景叙述当下状况 这名家住嘉义市区的民众 6月7号凌晨一点多 要到位于建城跟上海路口的超商 或马路时差点被一名 骑电动车的男骑士撞上 当时民众说对方闯红灯还对他呛瞎 他上前要求道歉结果却被开枪 凌晨发生这样的事当地居民都觉得可怕 而警方目前已经调远沿路监视器 要追出这名男骑士 警方加快脚步要把人找到 否则不止当时民众害怕 居民难免也恐慌 华视新闻陈金帮邱军平许文南 嘉义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